中国白纸革命持续延烧 中共当局打压事件频传 12月1日 42名美国联邦参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小组 致信给驻美大使秦高 警告中共不要对和平抗议者进行任何暴力镇压 信中表达以最强烈的措辞告诫中共 若发生该情况将对美中关系造成巨大损害 发起原质疑的民主党籍议员苏利文也在声明中提到 中国人民进行了历史性的英勇抗议 反击习近平独裁统治并呼吁更多自由 在中国人民受到共产主义暴行威胁时 美国参议院两党将为他们发声 同时也会为台关发声 这些中国人正在抗议世界最强烈的 危险的特殊共产党政策 就像蒙特·雷元在国家的自由声音 在共产党的共产党政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周三表示 在任何一个国家 当看到人们试图大声疾呼和平抗议 如果随后看到政府是采取大规模镇压措施 来阻止抗议的行动时 那不是力量的标志 是软弱的表现 新唐亚特电视池千里 唐吉安正理报道